近日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在未经华为授权的情况下 将华为从日本寄往中国的两件包裹寄到了美国 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 华为公司表示 联邦快递还试图将另外两件 从越南寄往华为亚洲其他地区办事处的包裹 也转运到了美国 华为就此已向中国邮政监管部门提起了正式诉讼 联邦快递公司事后声明称 转运是操作失误 没有任何外部方面要求其转运华为货件 在5月29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陆康表示 华为和公众希望联邦快递给出合理的解释在情理之中 对联邦快递来说 如果经常把货物转运错地方实属不应该 而如果不是经常发生 就更需要联邦快递解释清楚 为何最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华为身上